姐妹们 看这做春饼多好 腾包如纸 多透亮 又软和 还有韧性 姐妹们 咱们今天做春饼吃啊 又薄又筋道 尤其是在春节剪个小菜 别提多好吃了 咱们先做一斤面粉就够了 来五克盐 增加一下面的筋性 从中间分一下 一半用150克热水和面 一半用160克凉水和面 行了 现在它松弛十分钟 中间多揉两次啊 看面松弛的多好 把它搓成汤条 分个剂子 揉个小盐球 盘上刷点油 面上都再刷上一层油 用油来养面 这样更有延展性 给它找个暖和的地方 让它醒发半个小时 换上保鲜膜 先调个油酥 来一勺面粉 来两勺熟油 调成这样的酸奶状就行了 这可是春饼分层 不沾粮的关键 咱们面也醒好了 拿出来 拿个小剧子 八个一组 面上都刷上油酥 薄薄一层就行 不用太多 行了 都刷好了 最后留一个是顶不用刷 都叠上去 稍微轻轻往下按一按 拿起来 边上都按 行了 擀面杖 呀呀 翻面再擀一下 擀得更匀 看上锅蒸 一张饼一分钟 我这八张饼 咱蒸八分钟 蒸好了 拿出来 扣一个盘子 划出个圆 看扣出来的春饼多圆糊 结层啊 像小手绢一样 姐妹们 看这做春饼多好 层包如纸 多透亮 又软和 还有韧性 卷个菜 卷个肉 再配个烤鸭 别提多嘴了 赶紧吃饭去 走 妈 春饼坐好了 坐好了 看 就纸 有约就包了 那做的呀 漂亮吧 给妈 尝尝 嗯 好好吃的呀 这个真很用心 这个配点菌菜超好吃 可以 这个给你的 妈妈不客气啦 嗯 真香 这个口感更香 嗯 嗯 像这个 其实太小菜了 抛着一大盘菜吃不上了